老實在我們會做辦所有的賽事 對這些現場狗狗比賽的 就有什麼進入設備或是裁判 就有什麼賽事 就有地方有關在那裡的賽事 但是剛剛其實那個 一條很難解的MUDA 他有講到一個點就是 他們四月份要做正式的抽籤 那其實他們有一個不可能的規定 就是說如果他們想要同一組的簽證的話 他們會 他們全國家都還會考慮一下 可是他們也沒有要調查 但目前是 這些國家他們都已經 就是都已經確定了 那我們在新聞版上也有購償這個生意 他們目前跟拉多的軟件網站 也對很多的問題 那法國不會的話 也就是立陶的幫他們也會想而遞在 好多影響 那所以我們這個活動的正式賣票 會在這些國家他們的 參賽者的名單 都確定我們上次在開啟這個購票 對 現在 應該說我們確定的時間是8月18到8月22 這個5、6天的時間會打三場比 那就是確定 比如說我們先武器確定立陶晚 最後一會在大陸前 應該是8月20號 那拉多會把這個普通就往一邊來 那我覺得現在大家就關鍵了一個 還是在這三個國家隊 他們的最後陣容是哪些人 這樣子 然後所以其實我們先進去之前 也是有在剛剛DoubleShake 因為這些主力隊他們比較不受到 他們就不一定會來 那他們也說就是百分百肯定 因為他們這個世界隊的陣營是非常重新的 所以他們這些歐洲整個國家的 可能就會有不假的感覺 對我們也是這樣子 除非是受傷嗎 就沒有啦 請大家指定 他可以在那邊 你不介意 我不會在那邊 就知道 有個月 你不要進一片 那你會不會進一片 他自己看 看自己 你不會進一片 Thanks